2022年7月,詹姆斯韦伯望远镜拍摄的第一批照片公布了 这个望远镜是2021年12月25日发射升空的 在今年科技参考的第九期,我也曾经介绍过它 它飞行了一个月的时间,到达了离地球150万公里远的拉格朗日L2点之后 开始一步步展开各种结构,启动各种设备,并且挨个的自检 由于最终花费超过了当初预算的20多倍,于是使它备受关注 因为一旦错误不能正常工作,就将是整个天文学界的重大损失 在全球经济如此低迷的状况下,下一个此等水平的望远镜 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送出去,但好在一切有惊无险 韦伯望远镜顺利的工作了 今天的科技参考,我就带你总览一下它拍摄的第一批五张照片 其实要解读这些照片的全部的信息,还要等全球天文学家的仔细分析跟计算 现在公布的这些照片的意义呢,暂时停留在 它们证明了,这个人类天文学历史上最昂贵的设备 一切正常,而且工作效率跟水平出奇的高 今后一定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海量的新信息的 我所在的群里头啊,有一位达人这么评论 说,如果按照天文学进展的代系来算 我们都属于是哈勃一代 2021年之后出生的孩子呢,都属于是韦伯一代了 接下来呢,我就用最简单的方式介绍一下 照片呢,放在文杆中了,如果你感兴趣可以点开看看 第一张照片对应了宇宙中很小的一片区域 具体有多小呢? 如果你全部的视野相当于整个宇宙 那么当你拿着手机评声胳膊 手机屏幕上一个像素点大小 就对应了这张照片涵盖的区域 这个区域里有上千颗星系 每一个都跟银河系的规模差不多 照片最大的特点是 很多星系都是弯弯的 这个弯的效果呢,并不是星系本来的样子 而是在引力透镜下观察到的样子 这也是迄今为止观察到的 最显著的引力透镜现象 那什么又是引力透镜呢? 爱因斯坦在广义相对论中提出 物质的质量让时空弯曲 而弯曲的时空又决定了物质 将沿着怎样的轨迹移动 时空弯曲之后 光线也会随着弯曲的程度而运动 所以特别遥远的 又具有巨大质量的星系的周边的光 被拍摄到的时候 就已经是被弯曲过的样子了 这张图中 以中央那颗极为明亮的星系 为质量核心 你可以看到 周围星系的光 都是以它为中心弯曲的 第二张照片并不是肉眼可见的光的信息 而是水吸收光谱整理成的数据结果 简单的说 找到了一颗有水的行星 它距离地球大约1120光年 它什么样子呢? 没有拍到 因为这么远的距离 是不可能拍到一个自己不发光的行星的 但我们居然还能发现上面有水 是因为它自身还围绕着一颗恒星旋转 就像地球绕着太阳转那样 每次绕到了望远镜跟那颗恒星之间的时候 就会挡住一部分恒星的光 所以望远镜会观察到恒星亮度周期性的降低 如果有这样周期性的亮度降低 就说明有行星在围绕着这颗恒星旋转 而每次恒星的光被行星挡住之后 恒星的光就会被行星吸收一些 尤其是在行星有大气层的状况下 那吸收的都是哪些光呢? 行星的大气层有哪些元素 就会把哪些元素吸走 在这张照片里 蓝色线对应着光的波长在0.75微米 到2.75微米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内如果有水的话 哪些光会被吸收 而白色的点点呢是实测的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 白色的点点和蓝色的线是高度吻合的 于是就说明上面有水分 其实这样的西外行星啊 之前人类已经发现过4500多颗了 比如说 开普勒望远镜发现的452b 就是一个1400光年外的 和地球的状况比较接近的行星 但这么多的西外行星 上面的条件跟地球有相似之处的 并不是特别多 而韦伯望远镜 开工的第一天就有这个级别的发现 就好像啊 是一名从巴萨青年队借掉过来 第一次上场的18岁的球员 刚刚替补梅西上场第四分钟 就进了黄马一球那样 他是非常令人期待 今后十多年的表现呢 第三张照片是一幅 南环星云的对比图 目的是为了展示一下 韦伯望远镜在红外波段的锐利的眼神 其实这个星云之前已经是很多天文学家研究的对象了 在被韦伯望远镜仔细观察之前 研究的进展是 从之前的证据看 这个星云是一个处于白矮星状态的 濒临死亡的恒星 那些绚烂的星云是白矮星爆炸之后 尬出来的残渣 但在证据之外呢 天文学家推测 南环星云中心的恒星不是一颗 而是两颗恒星互相围绕着旋转的双星系统 但到底是不是双星呢 之前是没有能力观测到的 而这次 韦伯望远镜通过红外搏断 清清楚楚的把处于星云正中心的两颗明亮的恒星拍到了 它的眼神极为锐利 这张图左边就是之前拍不到双星的星云的照片 而右边呢 就是拍到了双星的照片 如果方便的话 你点开文稿 就可以看到中央很小的 有两颗特别亮的恒星 第四张照片是五个星系聚在一起的样子 它的核心亮点是拍到了无数恒星诞生的大场面 具体来说 五个星系里有四个是相互影响最为剧烈的 图片底部那第五个星系啊 离着那四个都有点远 影响比较小 而在那四个可以相互强烈影响的星系中 还有两个可以说是在撞击 注意啊 这是星系的撞击 而不是两个恒星的撞击 所以规模是史无前例的 参与的恒星可能是数以百万机 两个星系的物质 以每秒几百公里的速度互相撞击 这种剧烈的程度会让物质重新组合 有些大质量的星体能够抓住 这个局部物质浓度很高的短暂时期 吸引更多的物质 当自身聚集的物质质量 超过了太阳质量的8%之后 就会因为中心压力足够高了 而在内部发生核聚变 从而迈过了从行星到恒星的门槛 也就是形成了新的恒星 当然即便形成了恒星 也依然有可能在这场剧烈的撞击中 被其他更大质量的物质扯碎 然后这些物质再重新的组合 这样的事情在一个星系的范围里进行 这里就是新世界诞生的大汤锅了 虽然人类的生命长度是无法跟踪单一一颗恒星的形成 但因为这个汤锅里有各个细分阶段的恒星形成的个体 足够我们观察的 第五张照片是船底星云的高清照 这张照片的下半部分好像是山栏层叠 但其实是物质更加稠密的星云 上半部分好像看起来像夜空 那其实是物质更加稀疏的星云 它的核心亮点是能具体看到单个恒星诞生的场面 在这张图片山栏中央的那个山峰的尖尖处 你可以看到一颗闪着明亮的紫色光的亮点 这个亮点就是一颗正在形成的恒星 它正在贪婪的吞噬着周围的物质 以至于发出了极为强烈的紫外辐射 这一颗是山栏上最耀眼的 其实呢 在山栏的边缘还有很多颗正在形成的恒星 它们同样在发射着强烈的紫外辐射 这些紫外辐射会导致周围的物质全部离子化 这些离子化的气体就形成了山栏和夜空接染部分雾蒙蒙的效果 这张图能让我们看到很多一闪即过的宝贵瞬间 比如说那颗最耀眼的闪着紫光的恒星 名字叫做海山二 它其实也是太阳系外 整个可观测宇宙里第二明亮的恒星 但它的亮度变化 对于宇宙的历史来说是非常快的 一闪而过 1847年的时候 它才突然变得特别的明亮 此后亮度迅速增加 预测在2036年也就是14年之后 它会照耀比现在大得多的区域 到了那个时候 周围其他星体的光将无法跟它的光芒区分开来 在此之前仔细观察大动态的变化 能找到很多恒星巨变的知识 当然 现在还有很多区域是没法解释的 比如说山栏里那些黑斑一样的区域 到底代表了什么物质呢 它们怎么运动呢 还要继续研究 在这儿呢 我还要补充一下 有一个很普遍的问题 就是那个望远镜不是红外波段最强吗 怎么拍出来的照片都是彩色的呢 这个是天文望远镜拍摄结果 面向公众的时候必须要做的处理 也就是给原始图上色 这也是NASA向给他们提供主要经费来源的 纳税人的一种交代 那意思就是说 你看我们花了100亿美元 给你们拍回来这么多好看的照片 当然价值啊 远不只是好看的照片了 在可预见的20年之内 天文学将有爆发式的增长 从单个现象上的突破 到理论上的突破 都会高密度的出现 最后一个好消息是 由于从发射到初期变轨 完成的极为顺利 消耗的燃料低于预期 节省出的燃料呢 就可以供今后慢慢使用 所以这个望远镜的寿命 已经从之前的5到10年 调整到20年了 好 咱们期待韦国望远镜更多的发现